如今资本盛行的影视圈经常被人吐槽无烟瘴气 但是从剧情和题材上面来看 现在的作品确实是百花齐放 可是细节方面却让人唏嘘不已 尤其是对比20年前的古装美人 如今的造型确实太差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古装造型的发展史 看看古装造型是如何从经验到敷衍的吧 前段时间由张若芸李根锡主演的古装武侠剧《雪中汗刀行》 一经播出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暂且不提剧情和打戏如何 只看男主的龙须刘海是否觉得这个造型太过熟悉 闲人与花千古的霍建华 琉璃的刘学义 我就是这般女子的侯明浩造型雷同 她们都是不识人间烟火 白衣似血的翩翩公子 就连发型如出一辙 要不是发誓的不同 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而且她们的造型太过朴素 本是剧中的权贵却一身朴素白衣 不仅没有凸显身份 还丝毫没有角色应有的气势 不只是男主不使人间烟火的人设和造型相撞 就连女主神经大条活泼可爱的鬼马少女人设 也与其他作品连环相撞 例如《居静一》的芸汐传 赵露丝的《且是天下》 袁冰岩早期的《琉璃定庄照》 以及杨子的《陈香如蟹》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且是天下》赵露丝的造型 与《陈香如蟹》几乎没有区别 尤其是衣服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简直一模一样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两个造型出自一人之手 同时 她还是琉璃的造型师 这几部剧都是一模一样的服装搭配 衣裙整体以蓝白相见为主 衣服上也没有多余的花样 就连腰带都如此相似 这也让网友不禁感叹 女主的服装不会都是轮流用的吧 此外 她们都使用了简单的高马尾发剂 硬要说发型上的区别 那就只有发式的不同 不止这几部剧有着相似的造型 现在仙下剧女主的造型几乎没有差别 没有复杂的盘发和精致的发剂 没有古典的断面衣袍 只有如出一辙的素色衣裙和简单的玩法 其实不仅仅是服饰上的大同小异 就连妆容都让人叹为观止 尤其是《四千年美女》居静衣 她多部作品中的妆容没有太大的变化 同款滤镜 同款肤色 同款眉毛眼线和同款口红 而且 她的妆容竟然不随着剧情改变 无论身份是平民还是公主 无论是女扮男装 还是正儿八经的女装 无论大场合 小场合 她都顶着雷打不动的妆容 因此 她也被网友称为半永久妆容 不仅是居静衣有着一尘不变的妆容 其他女性也有相逢的妆容 例如 杨子在香蜜和白蛇传说的造型就极度相似 服装都是清一色的彩色纱裙 眉毛和口红也近乎同款 再比如杨蜜的三生三世和扶摇 这两部剧的造型都是大品美加中分八字刘海 只有口红和眼线随着剧情略有变化 还有三生三世的凤九和烈火如歌的烈如歌 这两个角色的造型也大致相同 如今的古装造型就像是工业化产品 清一色的韩式一字眉 欧式双眼皮 大红唇加上混血美瞳 看着这些出其一致的妆容实在是太出戏了 不仅是同一演员在不同剧里看上去一模一样 而且同一部剧中的配角也越来越相似 比如在如意芳菲中 小配角们都是清一色的空气刘海 就连妆容也差不多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都是同一个角色 以及锦绣被央理 不论是女主唐烟还是配角毛小彤 李星爱 陈玉琪 大家都采用统一的韩式大平媒 再比如2019年剧版的《倚天吐龙记》 张武进身边的各色美女都像是复制粘贴似的 尤其是陈玉琪饰演的赵敏 和朱绪丹饰演的周芷若 这两个女演员本来长得不像 但剧中的妆发服饰几乎一模一样 还经常同时穿白衣出现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如今的古装造型似乎都千篇一律 可早年间的古装造型却是真气斗艳 要说妆罩深入人心的 不得不提《红楼梦》 在装造这一方面 术画师杨树云可以说是用尽心血 她通渡原著翻阅古典之后 设计出独属于每个人物的精美发迹 例如戴月的凡婉记 让她拥有了落柔不风的娇花之美 两只小便更有女儿家的情态 而王熙凤的高绩 华贵富丽 气场十足 宝柴的发迹则显得端庄大气 拥有着典雅之感 整部剧《上到贵妃》《老太太》《下到丫鬟小思》 都完美还原了书中的一众人物 除此之外 九五版武则天也在妆容和造型方面苦下功夫 该剧的女主是四十岁的刘晓庆 在剧中 她不仅要演武则天八十岁的模样 还要扮演花样年华的少女 上下跨度近七十年 却丝毫没有违和感 前期的武则天还是少女 整个人阳光灿烂 五官就不能有攻击性 圆润的眼睛柔和的平眉 加上短短的刘海 修饰额头不足之处的同时 还塑造了四十岁的刘晓庆 独有的少女感 武则天中 刘晓庆能够展示青春衰老 这两种状态 可以说全靠化妆师 和书画师的一双乔兽 除了武则天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不显暗淡 西游记的造型也是一大代表 当时西游记的经费仅三百万 可剧中每个角色的造型 都丝毫不拉垮 观义菩萨装发端庄 仙子们风姿绰约 清冷迷人 公主们各有特色 充满抑郁风情 其余的妖精 也是妖娆妩媚 除却这些 八九十年代的 赶台古装剧造型 也是贴合角色 神入人心 最经典的 就是张曼玉 和王祖贤主演的青蛇 以及张雅芝 和夜童主演的 新白娘子传奇 两部影片中 一个是电影 造型上更侧重蛇的妖媚 妆容妖艳 并脚弯弯 无不再凸显 人无是蛇 另一个是电视剧 为了跟贴合生活 白素贞的服饰 以白色的沙衣为主 给人温婉的感觉 小新则以绿色的服饰为主 给人灵动 自然质感 两个角色的造型 都相对柔和 同时也符合人物性格 还有九二版的 《笑傲江湖》里的 《东方不败》 《潇洒滋四》 《敢爱敢恨》 以及九五版的 《神雕侠侣》 李若同扮演的 《小龙女》 完美诠释了金庸笔下 回眸风自流 巨眉花寒羞的仙气 其实不止这些 久远的古装剧 都完美地呈现了 金庸老先生笔下的照明 三分阴气 三分豪气的形象 上所花轿 《嫁对狼》的造型 也堪称经典 剧中 黄毅饰演的李玉湖 活泼洒脱 狭气娇俏 她的配饰并不繁琐 配上简单的步摇 和脸颊的弯性并发 体现了李玉湖的 活泼开朗 杜冰燕这个角色 则温柔优雅 满腹才情 她的造型 大多是雍容华贵的 脸颊上的卷翘碎发 也如神来之笔 显得整个人 既美艳又温柔 随着剧情的变化 进入军营后 杜冰燕的造型 颇为简单 将头发全部放入帽子里 整体妆容 以素颜为主 而且在这部剧中 就算两位女主 穿着同款婚服 也有着独特的人物特色 不仅如此 该剧在配角上 也花了不少心思 公主的造型更为华丽 称得出她的高贵气质 还有欢天喜地七仙女 该剧将流苏 绒花 羽毛等元素 全部融合在一起 虽然造型给人 以廉价之感 但每个人物 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 这七位仙女 凭借个人独特的造型和妆容 成功让观众分清她们 在以前的古装剧中 经常能够看到 各种各样的发际 并且古典味十足 就连小配角的造型 也能凸显演员的美感 和角色的特点 还有很多仙侠剧 里面的每一个女性角色的造型 都让人印象深刻 比如仙剑旗下转三 杨幂饰演的西遥 简直是众多粉丝心中的白月光 她虽然身穿白衣 但衣服经过精心设计 符合仙子的形象 而且她们又披着长发 反而将胸发盘起来 并用发饰点缀 同一部剧中 唐嫣饰演的子萱 作为女娲后人 她的衣服大多以紫色为主 由于唐嫣本身额头较大 所以她的每个造型 都会搭配不同的额饰 子萱虽然是剧中的配角 但魅力不输任何人 还有小李飞刀 武林外事 楚留香传奇等 剧中的人物造型都有小巧思 头饰不再局限于簪子 惯饰 而是加入了许多意料不到的元素 可即便是扇子发饰 羽毛发饰 哪怕是略带塑料感的树叶 都不显得粗糙 反而各有各的韵味 如今 古装剧市场作品紧喷 余震引领的古偶剧 开始占领市场 2011年 公所珠莲还直接引领 古装造型的转变 妆容组件粗糙 发型逐渐简单 后来的《笑傲江湖》 陆珍传奇 更是颜色碰撞 虽然余震经常被大家吐槽 但他的演习攻略 确实在审美上 有了极大的改变 摒弃韩式平眉 更侧重古典韵味 服装造型也还原了 清朝的装饰 可是 他的《御楼春》 却刻意追求古典风 还加强了 莫兰迪色系的滤镜 这种用力过猛的妆容 反倒显得不自然 除了余震的作品 这两年造型肤色的电视剧 还有东宫和斯腾 东宫中 彭小冉一身红妆的造型 塑造了灵动可爱的西域公主 斯腾中 景天更是直接带活了旗袍造型 但不可否认的是 如今堪称精品的古装剧 越来越少 而且剧中的造型 也越来越敷衍 这也让古装剧 渐渐失去了观赏性 回看以前精致的古装造型 可谓千人千面 想必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 看以前的古装剧 不仅是因为童年滤镜 还是因为现在的古装造型 基本都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造型 是属于哪部电视剧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盘点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